很多人说油炸的东西不好 但是你仔细想过吗 在你小的时候 第一次碰到油炸的东西 比如说炸鸡 炸鱼 你不喜欢吗 你非常喜欢 设备蟹肉可乐饼也是用油炸的方式 但是我们要把它炸得健康 美人 拯救你宝宝的食语就靠它 炒锅 油锅 弄炒鸡蛋两个鲜奶 200毫升起司片 一片面包糠一碗中间面粉 一盘蟹肉罐头 二罐无盐奶油四大 池衣黄油炒面粉 将黄油和面粉放入锅中 开中小火炒 Tips黄油炒面粉时 开中小火炒 不易浇 二调制白酱姜牛奶倒入锅中 将锅中食材搅拌成粘稠 三加蟹肉汁将蟹肉罐头的汤汁倒入锅中 继续搅拌 四倒出白酱 将制作好的白酱倒入碗中备用 五加蟹肉将蟹肉放入白酱中搅拌均匀 六加起司片将起司片放入碗中 搅拌均匀备用 七打鸡蛋在碗中打两个鸡蛋 打散备用 八倒橄榄油将橄榄油倒入小碗中润滑手 九塑形将拌好的蟹肉塑形 十过三关蟹肉饼 依次均匀裹上面粉 碗叶 面包炸 十一炸蟹肉饼 将蟹肉饼放入锅中炸 Tips炸可乐饼时 油温度已过高 不然容易焦 十二静置将可乐饼捞出静置 十三抢酥 再将可乐饼放入锅中炸 抢酥 十四盛盘 将蟹肉可乐饼盛盘 这道蟹肉可乐饼 跟以前的可乐饼很不一样 蟹肉味和奶香味十足 入口非常绵柔 很适合宝宝吃 因为加了起司 还有拉丝 吃起来好过瘾 怪不得詹姆士女儿的同学们 小时候最爱吃它 到现在都还奠近呢 蟹肉可乐饼 我长这个样子 我长得来来 我长得来来 我长得来来